好 可以嗎 好 多謝大家補過的時間 我是港島總區高級警司行動 廖家琦 以下我會跟大家講解一下 為何今天會叫大家來 亦都是在我們今天的講解之後 我都會盡量留下去解答大家的問題 所以大家到時有甚麼問題 可以在最後向我提出 大家好 我們警方是留意到 近日其實有人透過不同的途徑 包括互聯網 或者是社交媒體 是宣傳鼓吹 或者煽動其他人 在6月4日去到銅鑼灣維多利亞公園一帶 是參與未經批准的集結 我們根據過往的經驗 6月4日每一年在銅鑼灣 維多利亞公園附近一帶 都會出現了大量的人群聚集 雖然在去年 警方是基於疫情的原因 禁止了相關的集會舉行 但是其實仍然是有一些市民 是嘗試挑戰我們法律的底線 也都以身事發 今年警方直至到現在為止 仍然未收到任何公眾集會想舉行的通知 但是我們警方正如我剛才所提到 我們留意到有些相關的宣傳 有些鼓動 這些情況我們都非常關注 根據公安條例第17條A 任何人如果是無法 在無合法權限之下 也都無合理的辯解情況 明知而參與 繼續參與一些未經批准的集結 一經定罪最高刑期是可以判監去到五年 警方其實現在是希望借助大家 亦都向市民作出呼籲 千萬不要參與任何未經批准的集結 否則亦都有機會觸犯公安條例 同一時間就算你是用任何的形式去宣傳 或者公佈去鼓吹別人去參加這些未經批准集結 你同樣地都有機會觸犯法例 而這個最高刑罰是監禁一年的 好 其實在過去的法庭的一些判例裏我們見到 參與這些未經批准集結 其實不論你有沒有使用到武力 這個並不是考慮的因素 也都我們看回過去的一些判刑裏面 在2020年6月4日 其實法庭也都就著相關的情況 就著一宗同類案件作出判刑 當中的被告人被判監4個月至10個月不等 除此之外 市民也都要留意其實集結 即是說他們聚集 聚在一起的這個意思 其實只要 就算你自己一個都好 只要你在身邊和其他人身處在同一個地方 而大家是有一個共同的目的 去表達一些訴求的話 其實這個已經是令到你成為 參與了未經批准集結的一份子 所以這個大家是必須要留意的 另外集結的意思 也都並非是局限在同一個地方的 我舉個例子 若那個情況是變得惡劣了 也都可能產生了一些 破壞社會安寧的情況出現的時候 其實這個集結 是會演變成一個非法集結的情況 過去一些法庭的判例裏面 其實都有提過的 即使在過去法庭裏面 他有提過就是說 即使這些人士 他當時可能並非在現場 或者不在同一個地點 但是他可能是透過任何途徑都好 任何的媒介 去宣傳鼓動其他人去參加這些 非法集結的活動的時候 其實這個人本身 也都有機會被視為參與了這個非法集結 所以重點就是這個人未必一定 需要在現場出現 好 我們如果真的非法集結的情況 其實他的監禁的刑罰 最高也是去到五年 我想說到這裏 其實我也想說的就是 其實如果一般市民 你是 是不是不夠聲音 再前一點 OK 其實一般的市民 你說 如果你是逛街看電影吃飯 去買東西的話 其實是絕對不會有問題的 其實是絕對不會有問題的 但是如果 你如果是因為你是響應 剛才我所講的這些號召 而你去到現場參與這些行為 首先 你已經有機會是參與一個 已經批准的集結 而再者 若果你的行為 可能是導致一些擾亂公眾秩序 令到有其他人 也都擔心會出現 破壞社會安寧的情況 在這些時候 其實甚至乎 會演變成一個非法集結的情況 所以 警方非常之關注 也都很怕 有一些市民是誤導這個法網 所以借這個機會 作出一些呼籲 去到現在 其實大家留意到 在香港的疫情 也都是 其實每一天 都還有幾百宗的確診的個案 在現在來講 其實禁止群組聚集的規例 仍是生效的 就是說 其實所有的 四人以上的群組聚集 其實根據法例 也是予以禁止的 若果 在這些任何情況 出現了這些群組聚集 也都會被罰款 五千元 而最高也都可能會有一個監禁 六個月的刑期 好 去到這裡 其實 其實我講了一些一般的情況 但我也都在這裡 想鄭重 也都作出一些呼籲 也都提醒 因為我們警方其實是非常之關注現在 整個一個特別是一些想採取激烈行動的一些人士 最新的一些情況 會不會有一些類似恐襲的一些風險呢 那麼這個警方都是非常之留意的 那麼在這裡 其實我們在較早之前 也都留意到有人在 特別是一些激進的份子 透過一些社交的媒體 那麼他們呢 也都是發佈一些鼓吹他人呢 是對其他人作出恐嚇的訊息 那麼當中呢 也都有教人怎樣去自製一些炸彈 利用一些日常的生活用品的一些材料 將它變成一些可以造成大殺傷力的一些武器 那麼也都甚至乎是煽動一些人呢 是對包括警察總部 甚至乎其他的敏感地點進行襲擊的 那麼這些已經絕對呢 是屬於恐怖活動的一些範圍 那麼在其中呢 在經過警方的深入調查之後呢 其實大家都留意到新聞呢 在較早前其實警方呢 在黃大仙呢 也都是東頭村 拘捕了三個人士呢 就是涉嫌製造這個爆炸品 那麼他們也是煽惑他人意圖傷害 身體呢造成嚴重傷害罪名呢 將他們拘捕的 那麼縱觀在這個案件裡面呢 除了拘捕之外 也在現場檢獲了大量的一些爆炸品 可以說就是說 如果這些爆炸品 如果是被利用作為不法的用途呢 他所造成的傷害呢 實在是不敢想像的 所以呢 去到這裡呢 其實呢 我希望呢 再次鄭重 透過大家 向市民也作出一個呼籲 是吧 在接下來六月四日 因為在網上已經有人呢 作出了一些鼓吹 一些煽惑 煽惑他人呢 去到維多利亞公園呢 參與一個未經批准集結 的這個情況 大家呢 切勿以身示法 也都不要嘗試呢 挑戰呢 這個法律的底線 警方當日呢 是會調派適當的人手 也都會在有需要的時候呢 那段執法 多謝大家 好 接著來看法文時間 首先是中間的位置 請用我們這樣一下 麻煩 傳媒機剛才麻煩 你好 麻煩你 想問一下警方呢 到時會是調派多少個人手 去到維園 或者是 即 即 即 現場去到 即維持治安 會不會封維園 還有另外呢 如果六四的時候呢 有市民在維園出現呢 其實有沒有問題呢 還有剛才都有提到呢 就是說不一定 需要在現場出現 那這裏 如果沒有出現到 在現場怎樣成為集結呢 麻煩你 好 那 基於行動安排 那詳細的人手呢 我就不會在這裏交代 但我亦都會有足夠的警力 是 其實我們在現在呢 又為何今天會同大家見面 亦都在來近幾天 我們亦都會密切留意著 事態的發展 當中亦都會看看 包括有沒有任何人 用任何方法去鼓吹一些人 參與這些未經批准的集結 那到時警方呢 其實我們一路有跟相關的部門呢 去探討有沒有一些可行的辦法 希望大家理解 警方呢 也都會 是嘗試用一切的辦法呢 去避免一些違法的情況發生 那當然呢 就是包括這些未經批准的集結 我們會嘗試避免的 那至於我們會採取一些什麼的方法呢 現在由於這個情況還發展 那我呢 那我呢 都未能夠很確實告訴你 到時會怎樣做 是 請用 好 我聽到你說 那大家知道了 其實在去年 那在維多利亞公園呢 在六四這一天呢 那其實是引用了公安條例呢 是將它一些範圍封閉了的 那去年是發生過的 但是呢 今年的情況呢 跟去年呢 暫時呢 仍然是有分別的 那包括 是我們會見到去年呢 是有人是入了紙 是想舉辦一個公眾集會 那而今年呢 暫時呢 我們是看到一些網上的動員 那這一方面呢 我們都會作考慮 看看有沒有需要呢 是用任何的方法 去避免一些違法的情況 去發生的 那但是我都要強調呢 我們所用的方法 是絕對會考慮 第一個呢 是必須要合乎比例 去合乎它一個相稱性 也都在實際上呢 是達到我們那個行動的效果的 好 下一條問題 啡色三果的記者 你第三條是什麼 第三條是問呢 就是說 為何沒有出現到 在現場都會被視為集結 這是一個法庭的一個案例 是一個非法集結 非法集結的一個案例 那當中呢 其實呢 在判詞當中 我沒有一個實際的判詞在手 但我們會見到 在整個非法集結的過程裏面 有一些人是擔當不同的角色的 這個在法庭裏面所說 包括有一些人呢 在現場呢 做一些支援的角色 另外有一些人呢 可能是透過網上或其他媒體 去鼓動呢 指揮呢 甚至乎作出一些實質安排呢 那這些行為呢 那在法庭的角度呢 這一類所有的行為呢 都會被視為參與了相關的非法集結的 好 下一條問題 剛剛提出三個問題 是 香港靈日的幾個問題 首先第一個就 剛才警方都說過 早幾天都倒破一些爆炸品的案件 那過往六四呢 其實都曾經有一些衝突的事件 那就想問一下警方 認為呢 其實維園啊 或者銅鑼灣一帶 其實那個保安風險呢 是有幾高呢 就是警方會不會呢 有需要呢 因為是增強保安 要加強個人的防禦工裝備呢 包括一些防刺的背心之類 第二個問題就 其實想具體問清楚呢 就是 不論在銅鑼灣一帶 或者在其他地方 如果有人是 做一些燃點蠟燭的行為 去悼念那一天的事件的話呢 其實會不會已經是 牽涉了違法的事情呢 那第三個就是 其實 其實維園那個足球場呢 就據了解 其實是已經是 當日全日都是 Full Booking的了 那就想知道 其實警方知不知 當日是會是 有些甚麼的活動呢 如果那個相關活動的 風險是怎樣的呢 麻煩 那就著你所講 其實在過往呢 無論是任何大型活動 大型的日子 那其實警方都是 絕對是高度重視的 那其實我們的風險評估 當然會看回 每一次活動 他在過去同樣的時候呢 發生過些甚麼情況 那這個呢 亦都協助我們 可以做出一些相關的部署 而在過去 特別在去年呢 有一些 我們會見到一些很嚴重的 一些暴力的 一些傷害 甚至乎我們也都有同時 是嚴重的 受傷呢 那這一方面呢 其實在我們個人的 保護裝備方面呢 我們一定是會加強的 那其實就不單是 這次和大家所講呢 其實我們每一次的行動 都會按照實際的情況呢 是會考慮的 那至於你說 參與者的行為呢 其實我剛才都有簡單去講 希望市民是不要去擔心 你一般逛街看電影 吃飯去買東西 這些我自己都會去做 都會在銅鑼灣經常都會去活動 但是如果你的行為 如果你本身出現在那個地方的原因 是由於受到這些號召 受到這些鼓動而去出現 而出現呢 剛才我們有提過 即使你是自己一個人都好 但是你身處在同一個地點 有其他人跟你是有同一樣的 在同一個時間 而他們同一樣在表達訴求的時候呢 本身呢 是有機會觸犯 你已經批准集結的這個罪行 那當然呢 除了這個罪行之外呢 也都可能會有違反 這個限聚令的這個情況出現的 所以警方都會希望呢 我們現在這一刻就作出呼籲了 那在現場呢 我們也都會果斷執法去處理的 那也都會有一定的彈性 對於一些如果 如果他本身真的與這個情況無關呢 我們也都會有彈性地去處理 那至於你最後呢 提到那個 這個在維多利亞公園裏面設施那個情況呢 那其實我們都是有相關 和相關的部門有留意到 我們注意到一些場地是有一些人去使用 那這一方面呢 是我們在行動裏面是會考慮的 好 麻煩了 好 下一條問題 那些法復生是多少 機構正好 你好 明白三個問題的 首先想問一下呢 如果當日市民其實是 就是穿了黑色的衣服 掛起一些和悼念六四有關的飾物 又或者是在附近派蠟燭 那這些又會不會被截查 又有沒有就是一個違法的風險呢 另外呢就想問一下 如果我只是在網上面去悼念六四 又或者呼籲大家去悼念六四 但是就不是實質去舉行一些悼念活動 那這個又算不算是違法呢 最後就想問一下呢 剛剛阿Sir你都講到 其實有一些可能恐襲的案件 警方有沒有一些證據是顯示 這些行動會是和六四相關 又或者是在六四發生 那如果不是的話 那剛剛所講這一堆恐襲的事件 有個理據是什麼呢 麻煩你 那你提到 那其實我們警方在現場那個部署 其實不論他的衣著和他的行為 他當時無論是任何都好 其實如果他需要進行一個截停搜查 其實他基於那個理據都是一樣的 即是根據我們警隊條例 賦予他的一個權力 他覺得有一些可能是一些罪行啊 可能會乾犯啊 甚至乎有一些情況呢 他需要透過截停搜查 去作出一些澄清 那這樣東西呢 是和他當時的一些行為啊 整體來說 他當時的表現呢 全部通通都會考慮 並不是單純是針對某一類 但是我也都要想講呢 如果在現場的行為 我剛才所講呢 他本身出現的目的 是有可能令我們覺得他呢 是去煽惑他人 鼓動他人啊 去參與這個未經批准的集結的話呢 那這個呢 我們當然在現場呢 是會搜證啊 也都會作出調查的 那至於會採取什麼進一步行動呢 就要視乎的情況 但是我們一定呢 就是會是有我們的專案隊呢 是會在現場呢 是搜集足夠的證據 那另外呢 最後你是提到呢 一些恐襲反恐的情況 其實我都很希望 警方是我們自己 有很準確的情報 知道 如果我能夠知道下一個 有可能發生的恐襲 什麼時候去發生的話呢 我都很想有這個能力 但是正正就是沒有 我們會看到也都當它發生的時候 你會看到它是那個突然性 它的破壞力 也都對社會整體治安 那個感覺也都造成很大的影響 那所以 看警方作為有責任的部隊 可以做得到的 就只能是盡我們的全力 去預防 避免阻嚇 偵查 我們會用盡一切的方法 去避免任何這一類的情況發生 或者在網上悼念六四 或者只是呼籲大家悼念六四 又算不算是違法或者煽惑他人呢 你提到這件事呢 其實呢 我剛才都說了一些可能違法的情況 是說了 至於我沒有說那些情況 包括你剛才說 他在網上作出一些其他行為呢 這一方面呢 我們也都很難在這裡一概而論 舉個極端的例子 如果他網上的悼念 是牽涉到 煽惑他人 一起去到某一個地方 去進行一些集體的悼念 而他這個 煽惑他人去到這個地方呢 他之前呢 並沒有根據公安條例 通知警方 通知警務處長 那麼他也都是有可能觸犯這個 非法 未經批准集結的這個情況 好 下一條問題 左邊白色山的記者 請說出你的警察名聲 阿廖sir 朝日新聞 朱雄 就是 你請重複你的警察名聲 朝日新聞 朱雄 如果我單純是個人 在那個屋子那個窗台上 點一枝蠟燭 個人的悼念這個行為 有沒有觸及法例呢 我這樣聽你說 我也都看不到當中 你這個行為 你所講的 有什麼法例是觸犯了 這個也都是很 就是我 就這樣聽你這樣講 我亦都不覺得是需要過度去擔心 或者過度去揣測我們 為什麼去作出這個呼籲 始終大家所講的很多很多情況 其實你說真真正正有機會觸犯到法例 其實我們在去年的情況 如果大家仍然有印象的話 首先就是 也都真是有為數不少的人士 在維德尼亞公園附近 是有一些相同的行為 也都一起聚集 也都違反了一些法例 同一時間 更甚的就是 其實你會見到 甚至乎有一小說人 甚至乎在銅鑼灣的地方 是譬如將一些垃圾桶 倒到街道上面 嘗試造成阻塞 這些也都是有機會 令到吸引到一些想支持的分子 借機 是進一步製造一些社會的 一些動亂和不安的情況 所以為什麼我們這麼關注 好 你好 也是有線的 想問回 現在你說見到網上 有人說公開呼籲的人 去悼念六四 有沒有有相關的檢控數字 還是哪一個的社交平台 見到有這些呼籲呢 第一條的 請問一下 現在警方估計 維園有多少人 是會在六四當晚出現呢 如果市民當晚公開悼念六四 其實有沒有違反到國安法呢 若然市民真的想悼念六四 自行拿蠟燭到維園 或者在任何一個地方拿蠟燭的話 那是可不可以呢 會不會說其實 記一記 我都怕 我都怕記不完 就是說如果 其實我多謝你的問題先 你都很 其實就是擔心 到底有什麼行為 有機會違反到一些法例 無論是實體 或者在網上 那首先呢 其實 若果是違法的行為 實體 或者在網上 其實是一樣 要法會犯法的 是一樣都是犯法的 另外再者呢 就是說 剛才我提過 在 你剛才開頭講 我們警方在網上 留意到一些這樣的情況 在這裏呢 我就不會再幫他們賣廣告的了 我也都不會 但是呢 我們是留意到這個情況 我也都沒有必要再幫他們賣廣告 我也都 如果大家市民是沒有留意到的 也都 最好呢 也都是不要去 嘗試受到他的鼓動去參與這些活動 那 你提到呢 就是在那個行為方面 那 那若果 剛才我都講了 若果你 本身 是出席 在維園呢 這一方面 如果你是同一幫人一起 大家呢 就算你是一個人參與都好 那 但是當時 在你的周邊 在這個場合 在同一個時間 有一幫人跟你做同一樣的行為 而他們也是大家一起表達一個訴求呢 那 這個呢 是會被視為一個 是一個 群眾的聚集 一個集結 那這個集結呢 若果呢 在 就是公安條例底下 是必須要 事先向這個警務處長 作出這個通知 那是需要獲得不反對通知書 那這一類的行為已經有機會 如果他是沒有通知呢 有機會是觸犯這個公安條例的 那一條問題 是 Hello 請問想意味著 是否真的只有一個市民 在維園裏面點蠟燭 即使沒有違反到限聚令都好 警方都會作出驅散呢 還有會估計當日 維園有多少人會在當晚出現呢 還有想問回 會不會當日 因為見到六四當日 球場已經全數租出了 會不會只是被租場人士入 不會被市民進去呢 還有第二條想問回網上 你說不幫他們買廣告 那當中的警方 有沒有說什麼執法行動 要拘捕當中 又發掘這些鐵文的人士呢 還是一只是留意著先呢 麻煩 是 你提到如果在維多利亞公園裏面 是有人作出任何行為呢 因為你那個假設是 我們太多未知的因素 即是你恕我沒有辦法去 即是很確實去告訴你 事實上是有些情況可能是沒有問題 有些情況可能已經是踩界 我剛才也提過 由於網上有一些這樣的動員 如果你本身去維多利亞公園 去銅鑼灣一帶 你本身去的目的 已經是受到這些鼓動去出現的話 其實你也有可能已經參與了 這個美經批准的集結 那你剛才提過是不是場地的問題 麻煩你可不可以重複你的問題 麻煩 多利亞人租場 唯有會只給予租場 人士進入 會被市民進入呢 是 這一部份 其實很多權力都是來自於康民署的 康民署也都會根據他們相關的規例去處理 也都在有需要的時候 有一個康民署是向警方求助 我們亦都會予以協助的 好 我們要下一個問題 大家回看了 請問還有沒有另一間回看 特色卒生文字 剛剛梅尔Sir都講過 有些情況就沒有問題 但有些可能是踩界 可不可以講清楚 甚麼的行為是為之踩界 即是讓市民可能不要觸犯呢 另外呢 都是上傳委員的問題 其實警方現在評估 會有很大機會 可能是要封委員 麻煩你 即是說大家都 大部份香港市民都是守法 都是不希望有一些觸犯法例 以身示法的情況 這個呢 我們是很理解的 所以我剛才也都舉了一些例子 是有一些情況 是有機會觸犯法例 在我們現場處理的同事呢 你需要留意呢 其實你見到我們過往警方 每一次的行動 在我們進行一些 剛才你提過 如果再嚴重的話呢 也都會發出警告 那我相信這些呢 對於在現場的市民呢 也都是一些很明確的訊息 當他聽到這些警告 也都很確實很大機會 有違法行為的時候呢 他更加應該盡快離開 去一些其他安全的地方 那你第二個問題是什麼 不好意思 可能在維園有一些封閉的行動 那個機會是大不大呢 沒有其他補充 因為剛才我都回應過 因為現在都是看著事態的發展 去年的情況 我們是有做過封場的情況 那麼今年呢 到底有一些什麼的措施呢 我們都要看一下個事態的發展 好 下一條文章 最左手邊出色三號的男士 Good afternoon some English questions from RGHK First is that Have these taken interactions on calls online regarding taking part in activities on June 4th Second is how do police assess the situation on June 4th and how would the police prepare for it And lastly Are there any plans to seal off Victoria Park or even Causeway Bay How can officers determine who are allegedly breaching the law in the area Thank you for your questions but the first question is concerning the police actions against any online illegal activities which in fact just like in any major operations our police have special units that focus on investigating into any cybercrime that is their experts which at this stage according to my knowledge there is no arrest made regarding those incitements online regarding the coming June 4th event The other questions I I forgot what you I couldn't hear but you mentioned about the first third question is whether we will close down the Victoria Park and under what circumstances I think last year is a perfect example that illustrated the reason why we have to exercise the section 17 blackout 4 cap 245 which that we have already prohibited a public meeting in in last year occasion but we still we still see that there is quite large number of people likely coming I must say that whatever our police actions is going to take that include including the police presence in the vicinity as well as doing some control measure at the Victoria Park all our objective is back to the basic is to maintain public order and public safety and also if we could prevent the unlawful unauthorized assembly from happening it will be the best approach instead of making arrests or making a strict enforcement action this is not what we hope for but could you expect your could you repeat your second question because I couldn't hear the second question is how do police assess the situation and how can officers determine whether a person is allegedly issuing the law in the area yes currently as I said the assessment is still ongoing but of course based on some of the activities online especially in the social media we are very concerned as well as we are taking it very seriously as you know from the situation last year although the public meeting was prohibited people are still coming back and it also generates the situation that people may commit the offence of unauthorized assembly which we certainly don't want to see we also don't expect it we don't wish it to happen this year that's why I think our assessment will continue especially in the coming one or two days and then maybe if there's any updates PPLB or myself will keep you in the picture could the police give some examples what kind of action or behavior conducted in the Victoria Park would indicate criminal activities for example if a citizen hold a candle standing in the park or just wearing black clothes there would it be illegal and second question is that you just mentioned people who are not at the scene of a gathering could also be deemed as taking part in of assemblies could you explain why thank you for your questions and first of all you mentioned about what sort of what sort of acts that you want me to explain explicitly what sort of acts will commit an offence or not in fact just like I think last year I give a similar test brief to you that I explained which is very difficult for us to tell for those people that enjoy with genuine purpose of using the park for leisure purpose and then it is perfectly fine but however as I have to stress that even though if you are alone and then coming to Victoria Park but according to the law I must stress that if you are staying together with a group of people at the same place at the same time and with the with the common purpose to express certain views it is already meeting the definitions of a public of a meeting and depending on the number of persons at the scene that may contravene offences including an authorized assembly or due to the acts may even contribute other more serious offences which I could I could really can't say anymore because I think I I try my best to explain that in some situation that they may contribute in the law as I mentioned earlier as well that if there is any illegal acts that we observe our police officers will also take action of course in a proportionate way first by enquiry as well as giving advice or if the situation really develop into an unlawful situation we will give warning before taking any stringent enforcement action so I hope that through our police action at the scene people can really understand more and I really hope that try not to try really try not to test the boundaries of our as well as testing the determinations or our commitment in enforcing the law in this operation sorry your second question sorry your second question second question is that you said the people who are not at the scene of the gathering could also be deemed as signifying the unlawful assembly yes based on some of the judgment in court especially which is concerning the unlawful assembly in fact we see that there are in certain situation which may also committing the offense of unlawful assembly that's including not only those people actually committing the offense at the scene as well as including those inciting others to join those unlawful assembly through any means of media be it on the phone or be it on the social media and the other the other thing is I think the most concern is that sorry let me get back here yeah I think I think that's about it yeah 好 謝謝各位 OK 謝謝 yes yes thank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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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